李毅童因网剧半腰倾城进入演艺圈 他的名气确实不大 但是好在他的演技和演识都是可以的 现在这波的网剧为了无疆 又使他大火一把 故事发生在后唐乱世时期 七雪因为家境困难 被他的父亲抛弃卖到青楼 从而阴差阳错之下进入到了鬼化城 从而得名宛媚 鬼化城是要进行刺杀任务的 他依靠他的青城美色 在一次次任务中艰难挣扎 多亏顶子长安多方位或得以周全 两人也在任务中的相互扶持 互生停诉 七雪雕 他刚以自己身份出来战船上的时候觉得超美 之后我就get不到他的美了 打光好觉得很灵很美 打光差像老太太 特别是受伤郭靖和他按时疗伤那会儿 不过整体还是很美的 他出现在2010年的综艺 爱琴来敲门鼓 他原来名字叫李雪 他每拍上原来都叫李雪 后来改为李一同 半腰开始播了以后 每拍全部删了 之前余政说他是94的 他也转发了 那个微博也没解释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百度百科 又写成90的了 可能说94的他自己都不信 不过挺好的一女孩 除了改年龄和名字没有其他黑历史 可能为了更好的博眼球 就改成90后 可是算起来怎么已30岁了吧 减肥是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 就像我我先看博小时候的照片 还真以为我换头了 整不整不知道